这是一架由迪拜飞往印度芒格洛尔机场的波音737客机 机长55岁 拥有10215小时的飞行经验 副驾驶40岁 拥有3620小时的飞行经验 该航班一共乘坐166人 在起飞时爬升和巡航一切都很顺利 直到快要降落时突发变故 飞机以正常下降的两倍速度冲出跑道坠入峡谷 最终158人遇难 仅剩下8名幸存者 经过事后调查发现 机长并未遵循该航班起飞座席调整 在驾驶飞机过程中 长期处于睡眠状态 再加上芒格洛尔地区雷达无法使用 机场着陆海拔高于平均海平面101米 因此印度航空定制了一项特殊资格要求 只有机长才能在芒格洛尔机场进行起降 而此时正是早上6点钟 即将到达终点站的波音737客机 驾驶员正在沉睡 副驾驶由于需要负责所有的无线电传输 也出现了疲劳的迹象 他在与地面塔台联系后 确认为24号跑道降落 随后将机长叫醒 进行着陆准备 刚醒来的机长发现飞机高于正常降落的高度 便直接关闭了自动驾驶系统 并打开飞机起落架和激活速度制动器 加快下降速度 在距离机场还有4公里时 副驾驶提醒 海拔达到2500英尺太高了 需要放弃着陆 重新向地面塔台申请操作方案 然而机长置之不理 再次增加飞机下降率 此时飞机的下降速度已经达到了每分钟1.2公里 伴随着高速下降 系统发出警告 提醒机长飞上去 而地面塔台发现异常 询问是否可以安全降落 机长隐瞒了系统警告 并强迫副驾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尽管系统不断发出警告 副驾驶也在不断呼吁不能着陆 但机长仍坚持自己的操作 在接近跑道的瞬间 飞机速度达到每小时296公里 机长立即启动反推力装置 6分钟后 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开始尝试重新起飞降落 此时飞机已经飞出跑道 甚至超过了90米的安全区域 紧接着右机翼撞向定位器天线 整架飞机直接冲入峡谷 调查人员称 由于机长睡醒 到飞机着陆之间的时间较短 导致判断力下降才引发这次坠机事件 然而这并不是印度航空第一次出现飞行员睡觉的事件 在2013年 一架从泰国曼谷飞往印度德里的航班上 飞机刚起飞30分钟 机长打开自动驾驶系统 并叫了一位空姐 指使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然而机长刚走没几分钟 副机长以拉肚子为由也叫了一位空姐 并让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随后有乘客发现 两位机长居然在商务舱睡觉 40分钟后飞机出现颠簸 由于空姐不知道如何操作 误触了按钮 把自动飞行程序关闭 两位机长才醒来 该航班顺利着陆后 两位机长和空姐被目击者举报 随后四人接连被停职 在2008年 一架由斋普尔飞往梦买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 一位机长和副机长在驾驶室睡着 超出了目的地320多公里 下的地面控制室以为飞机被劫持 在多次呼叫下才把机长给叫醒 返回着陆后 发现油箱里的油早已所剩不多 两位机长差点因此酿成大祸 那么飞机自动驾驶后 机长和副机长需要干什么 其实飞机在起飞后 一旦打开自动驾驶系统 确实不需要飞行员继续操作 此时的两位驾驶人员只需要检查 飞机航路信息 禁离港程序和高空风度 以及温度等各项信息是否正常 同时与地面控制台联系 接收机场状况和航线问题 当以上监控状态正常时 还可以吃饭拍照聊天 如果机长出现紧急状况 需要离开驾驶卫时 则需要呼叫一名乘务员进入驾驶舱 职守和监督副驾驶员 在长途航线上 飞机需要配备两套机组轮流驾驶 在印度除了民航 他们的军用飞机在四十年里 坠落了一千多架 其中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功不可没 因为资金问题 该公司维修过的飞机几乎全部坠毁 即使飞行员技术再高超 也一个个被送上了不归路 在2005年 有一位幸存下来的空军中校 气愤地把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告上了法庭 然而他们隐藏了真相 并威胁阻止了空军中校的诉讼 这次坠机也导致该中校 失去继续服役的资格 直到八年后 经过空军中校的不懈努力 终于起诉成功 并且向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索取500万的赔偿 而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赔偿后 依旧保持修理 起飞 摔机 一气呵成的操作 吓得没几个飞行员敢驾驶他们的战机了 除此之外 你觉得印度还有哪些让人意外的神操作呢